日月坛观光圈联盟与季南大学合作 今日在季南大学管理学院 成立日月坛观光圈产业创新与人才育成中心 接牌启用的仪式 日月坛观光圈联盟盟主魏正宇表示 在日馆处的辅导之下成立 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更系统更完整的来整合资讯 除了带动整体的观光发展之外 也希望借此培育更多优秀的人才 最主要的是资源的盘点 人才的培育跟创新 那我们也会跟这个 季南大学的部分签订一个意象书 那这个意象书的部分会把我们好的人才 甚至于是在季南大学里面学习的学生 最后都可以留在我们产业别来服务 那成立了这个育成中心的部分 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产品的上架 那来协助盘点各地区的组合性产品 县议院陈宇军表示 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 人才培育以及创新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也期望育才中心的成立 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 来了解在地文化特色以及产业 建议投入产业观光行销的工作 带动地方发展 那我觉得在发展产业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就是人才的培育 还有一些创新思维的一个互相的激荡 那让我们的推展观光的方式 能够跟以前不同 比如说呢 加进最新的一些大数据的一个调查 或者是能够激发我们的年轻人 让他们能够更了解在地的文化之后 怎么样把文化深化到我们的观光的一些景点里面 我想这个呢 是未来育成中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 一个核心 先远业人创表示 透过产学的合作 让产业跳脱炒旧 学界走出学术领域来实际投入 在两者集合之下 或许会产生非常好的变化 进而帮助地方的发展 能结合在一起 让在地的观光产业更加的蓬勃发展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学界可以跳脱出学术的象牙塔之内之外 那么观光业者他也可以跳出原本既定的炒旧里面 然后也许会有一番激起一些火花 也许对我们的观光发展会更顺利 副一长排一拳肯定日管处 日月潭观光圈联盟以及济南大学 成立玉彩中心的用心 也希望在中心成立之后 能够整合全线的观光资源 进而规划出更多旅游产业观光链 进而带动南投线观光产业的繁荣发展 记者陈威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